太医院了 这哪里是当官 简直是在坐牢 谁坐牢 是何大人 您看您吓了我一跳 小的正说那刺客坐牢他是活该 那是 何大人 你有病 我有病 您现在是急火攻心 来 让我给您扎上两枝 拜拜火 行了 我没病 没病 我就是顺便过来看看你 怎么样 这住着还习惯吧 缺什么的跟我言言一声 何大人 您怕不是来看我的吧 您是来打听皇上的事的吧 你这个老江户 什么都瞒不过你 行行行 就算是吧 怎么样皇上出宫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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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放肆 居然敢跟我这么讲话 何大人 这可不能怨我了 这是皇上说的 皇上说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事 不能告诉任何人 还点了名说 不能告诉你何大人 皇上真是这么说的 您看看 皇上说我敢胡变乱造吗 真是这么说的 这皇上一连几天没上朝 这怎么回事 皇上龙体有样 今日免朝 你看见了吗 你又免 何大人 您听说了吗 皇上不在京城了 这么消息倒很明通 何大人 皇上微服私访 南巡势必取消 事情可就大了 事到如今 何大人 你还蒙我们呢 皇上明明出宫去了 一条船 一条船 可如今这条船要沉了 南巡取消了 咱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何大人 这可不是 是 何大人 你说这怎么办 不是东风 是台风 对 怎么办 太后有旨 宣和身觐见 遵旨 看着要东风来了 太后 皇上真的微服难寻了 都怪哀家管得太严 皇上带着小黑和小白 不声不响地走了 太后 您反关心 皇上南巡的事 不会有人知道的 话是怎么说呀 但是难跑不走漏风声 万一要是让刺客知道了 皇上可就危险了 早知道这样啊 我就让他去南巡 也好有个人马保护 太后 您别急 奴才倒有一计可保万岁平安 我知道你准有办法 太后 您可以恩准皇上公开南巡 哪 皇上都微服出访了 哪还有皇上南巡啊 太后 皇上走了 假皇上还在啊 假皇上 太后 安排假皇上南巡 把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这一来啊 即便有刺客的话 也会朝着他那边去啊 皇上这边 那就安全了呀 再说 皇上南巡的事 早已昭告天下 如果不履行的话 那就等于失信于民啊 这样安排假皇上南巡呢 既可以维护皇家威信 又可以安定民心 假皇上 假皇上 大清国 还从来没有干过这么荒唐的事 这的确有些荒唐 是荒唐 乍一听的确是意料之外 但细想却在情理之中啊 太后 事不宜迟 还是请您早做圣财吧 不过这个郎中 两次加班皇上 两次遭到行刺 万一这次要出现什么意外 爱家于心何忍呢 那郎中何者何能 请问太后如此关爱 太后 您尽可以放心啊 南巡有大军护卫 安全应可无欲啊 皇上总跟我说 国有大事必找和尚 真是没错呀 太后真是折煞奴才了 奴才就是肝脑涂地 也难报太后的恩典 快去快去 谢太后 好吧 这件事就怎么办吧 只怕是难为亲家了 太后 有您的英明决断 奴才还有什么不好办的呢 这件事您放心 奴才一定办得漂漂亮亮 奴才告退 你还让我办皇上呢 不行不行 我都办两回了 轮也该轮了别人了 这回可是我关照你的 还关照我呢 行了吧 何大人 我谢谢你的关照 你去关照我一副软甲 万一那刺客的剑 瞧我脑子来这么一下子 我不干 你真是的 你知道 这回是在哪儿办皇上吗 是在宫里 在宫里 你想想 那刺客 他还有那么大胆子吗 他到宫里来 他不要命了 那倒也是啊 那倒也是啊 就在宫里 就在宫里 何大人 那这回让我干点什么呀 哎呀 这回太简单了 说起来何某都羡慕你啊 我怎么就落不着 这样的好差事呢 你想啊 就在宫里头啊 拉了架子 做做样子 吃吃喝喝 吃吃喝喝 啊 这回最轻松了 等这次做完了呢 你要想做官的话 就留下来 如果想回家的话呢 请便 而且还 送你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啊 我不干 怎么了 我要六百两 六百两 六百两 说好了 何大人 好 为皇上分忧 匹夫有责 不谈银子 谈银子伤感情 六百两 咱们说好了 何大人 这个皇上 我办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该说平身了 平身 平身 谢万岁 下去吧 下去 下 你下去 我下去 皇上已经出宫 这何大人还是在唱戏 这你不懂 这戏是皇上和太后合唱的 郎中只是个提线幕后 是假皇上真难寻 真皇上暗中盲 这里边有玄机 公送万岁南寻 何大人 皇上不是已经去江南了吗 怎么 怎么样让我去南寻 皇上南寻的事已经昭告天下了 你好歹做个样子 应付一些百官 上车 何大人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 说好就让我待在这宫里 你现在让我去南寻 我告诉你 我不敢 刺客已经杀了 你怕什么 刺客杀了 刺客还有弟弟 来 给他取副软甲 别 我还不要软甲 我要回家 郝大人 这假皇上 我不干了 你回来 你放开我 回来 你当着百官的面 你这样 你还见太后 太后 快起来 起来吧 太后小人不敢当 谢太后 起来 你穿上这身龙袍 真像我儿子 何身 奴才在 安排车马 送他回家 太后不可 太后不可 皇上 微服在外 危机四伏 只有火速安排南寻 才能化解危机 她不能走啊 回去吧 皇上欠你的 已经够多的了 回去吧 你娘在家里等着你呢 太后 那皇上 我不能为了 我儿子的安全 而让另一个女人的儿子 去冒险 可是百官都等着公送 皇上南寻呢 公送万岁南寻 军武席也 今日若无皇上南寻 朝银必然震动 皇家实信于百官是小 实信于天下是大 文武百官 我来解释 要听皇家的脸 我来丢 听听没有 太后带你轻入母子 你却先太后实信于您 你于心何人呢 你不肯替皇上南寻 必然招致朝银多番揣测 只是证据动荡 你 你是何屈心 我 你有可能是大秦国千古罪人 啊 和尚 别拿为弘历了 让他回家 太后 我去南寻 你